商行循環之下很多人问到底要不要买房呢 一人无尊他在新店买了一间房贷款1700万 但是他说不止这装潢费已经暴增一倍 利息也因为升息每个月增加6500 他就认为说应该要早点买 因为现在房贷利率在年底之前恐怕要突破2% 这个数字是14年来的新高 买房越来越难因为利率在升息下不断上涨 恐怕在年底前就要冲破2% 这个数字将创下14年来新高 比较便宜啦大概一个月差不多1万出头 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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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利率太高了 就差不多十几万要吧 之前才1.3现在涨到1.5.6 每个月应该也会多个1两万块 像这个民众贷得多要缴的钱 当然一次增加更多感受上差很大 连艺人无尊也很头痛 因为他原本贷款1700万 用2200万在新店买下人生第一间房 结果没想到房贷利率从原本的1.31 变成1.65% 无尊每个月要缴的房贷也从5900变成65000 平均一个月就要多缴6000块 在八月份其实市场普遍都预测 在九月份央行还是会有持续升息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个都导致在八月份整体的一个成交状况 是比较不尽理想的 在八月份仲介业者 他们跟这个七月份整个交易量的一个比较呢 事实上是衰退了10.1% 到正成长0.1%的一个状况 房贷的地板价利率确定将跳到1.81% 而随着房市下行风险加大 各家银行的房贷受信审查都更加严格 也就是说房贷市场走向M型化 财资力雄厚的借款库 想要拿到房贷地板价利率更简单 反观小资族要代购陈述就更难了 现在还在存钱 有可能吧 会是一部分的原因 房市前景蒙上阴影 八月营建业景气再下滑 事况区域保守 东森财经新闻陈一璇张华珍 台北采访报导 看漫不中断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